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席当晚活动的还有狮子会区域总监Sandra Tosigny 国际狮子会总监Harvard Hedison 仁德狮子会会长Ellen Chen 第一副会长刘靖 第二副会长Michael Jin 第三副会长江国栋 仁德狮子会全体会员 以及应要嘉宾约300人出席了当晚的活动 我只是说在未来一年 是我们会尽量我们的人事举会 尽量参与社区这个慈善活动 在最后还都是我们过去的社区 还有过去的市警会 鼎着支持我们 我们才有今天的 今天是我们的第二年 前一年走过来的话 也是靠各位朋友社会各个企业集团 给我们一路上的扶持 那今年我们预计明年的话 我们的发展的话 会在40到60个新的会员 那我也希望我们仁德狮子会的话 在明年的话发展会越来越壮大 然后继续地为社区出一分力 然后贡献一份力量 很高兴今年的话 那个新会员增加了 然后我们也会继续为社区 还有这个国家会多一点 这个慈善的事业 我们经过一年 我们这个社区会成立之后 进行了第二年的这个活动 我们感受到我们付出了 我们大家这个同心同利同德 为了社会有需要的人 出了一分力 首先创会会长Ellen Chan 致辞对到访嘉宾的到来 表示感谢 也表示作为国际狮子会的会员 秉承以慈善为宗旨 凝聚华人华侨的力量 持续回馈社会 狮子会区域总监Sandra Tassigny 为仁德狮子会会员颁发任职状 并期许仁德狮子会会越办越好 为社会的慈善事业贡献力量 第一副会长刘靖 也为三位年轻的新会员做引荐人 期许新会员以仁德共同成长 共同为慈善事业出力 为回馈社区做贡献 晚会上仁德狮子会全体会员 上台合唱的歌曲《朋友》 16岁美国歌手Miss Lottie Arnold 也演唱了两首歌曲 同时还有精彩的肚皮舞 和中国民族舞蹈的精彩演出 好莱坞专专业摄影师 Mr. Guilamo Briano 也全程为晚会拍摄了精彩镜头 全美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 今晚会拍摄了一首歌曲 今晚会拍摄了一首歌曲